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可能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简单地讲一下佛教的一些挑衅的方法 第二部分呢 我要想讲一下 我在最近费州 就有些看到的 听到的有些呢 也是有一种不同的想法 就通过我自己的一种想法或者建议 给大家就是做最后的终结 所以今天我讲的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如何承担和改善你的观点 第二部分是一些关系的 因为我来说 从我的观点 我发现一些东西 我非常想谈论 首先我要讲一下 这个禅秀的重要性 因为我们在座的人可能有生活的压力 有工作的一些压力 还有呢 很多人在包括在家庭的 还有感情上面的 有各种痛苦和压力 那么为了消除这样的这些压力的话 我们应该先把自己的这种身心调整 调整之后呢 经常处于一种极其瓶颈的状态当中 那么只有这样呢 才能我们过着一个很有意义的 有健康的这种生活 其实这种质量 我也去了美国啊 加拿大还有很多的 包括欧洲的一些大学 他们大学里面都设有 参学社 设有专门研究心灵的 宗教方面的极格 因为要涉及到一些 心灵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我们科学的原理呢 很难以解释 科学呢 只能对无知的这种结构 它的能力 它的各方面的一些分类等等 这方面就一直做得非常的完美 但是呢 包括到性方面 就牵涉到性方面 那科学是可以 很多科学呢 就并没有设计 就甚至有些是一个空白 我讲到的 我们讲到的 因为因为我也是 去其他地方 在美国 和外国 和外国 在那些地方 有些地方 有些社会 和一些研究 研究所在 我们的研究 也有些研究 研究研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一些宗教的话 我也以前看过一些 主要有通过祈祷 通过有一种 跟上帝相应的一种方式来 就是心 就是专注 也有这样的禅修法 还有基督教呢 他也是专注一些话 专注一些包括耶稣 圣母玛利亚 然后通过这种话 接应上帝的这种爱 以这种方式来参修 也有这样的 佛教的话呢 我也看到很多大学里面 他们引用的 有一些佛教的 佛教的参修 那佛教的参修呢 主要是分为三个方面的 第一个呢 南川佛教 就像台南啊 斯尼兰卡 他们的这种 就四年主 就是通过四年主的方式来 就观修 就认识自我 张川佛教 因为佛教只分为这三种 就是藏川佛教 南川佛教 汉川佛教 那么藏川佛教的 这种观修方法呢 通过九种住心方法 就是九个安住心 就是刚开始怎么住 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的 然后最后到了 就是心完全不动摇 就是完全能可以堪能 就是到这种经济 能通过这种方式来 就是修禅 而韩川佛教 还有韩川佛教呢 它有个叫做禅宗 韩川佛教里面 最著名的一个叫禅宗 那禅宗的这种 很多的这种禅室 就是他们通过禅宗 来已经开悟 它有一个叫禅华图 也就是说我是谁 你是谁 就一句话 然后就一句话带来的 这种意义呢 就是进行去思考 思考的时候 突然就是认识到 我们的人到底是什么样 自我到底是什么样 会有一种很明确的 这种自我认识 是什么样子 他们会问这种问题 他们会讨论这种问题 他们会讨论什么是自己 或是自己的 他们会讨论这种问题 这是他们的方法 他们很多人说 不能去费入 不然身体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疾病 最近我干嘛了 不知道会不会好 这样的 刚才我讲的什么 禅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 我们现在通过这样的 信的安住 信的安静 认识自己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就很多的愤痕 跟别人之间的冲突啊 就部落与部落之间 还有家人与邻居之间 然后家人 父亲和母亲之间吵架 我看有些孩子也是在互相 问到一个很小的事情 就吵架 那这个原因是 首先是我们自我没有认识到 当我们真正 让性拼紧下来的时候 就很多问题呢 因然而解 就是我认识到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о для нас чтобыität 让我们平 eros心 потому que если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气 то в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то вы ребенок и потому если наша наша 有istry的性質 影響 这种感觉会和流氛感 Pullins 地区别和妻子和妻子和育女 这种东西 发动过非常随意 人世自我有两种方式 有一种方式通过智慧去观察 那么所谓的我到底在哪里 身体的上面 或者是下面 或者是中间 就所谓的我 它是一种性还是一种物质 如果是性的话 那么它是属于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们从表面上看 我们的身体是物质构成和意识构成的 为了物质的这部分满足 需要物质的这种各方面的生活的条件 为了心事的自我的满足 需要意识上面的所谓的信仰 所谓的我们的精神的追求 包括我们的一些精神的美 这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心事的 但这种事这是一个现象上 真正到底的我是心还是身体 这样观察的时候 到一年你就觉得 原来其实是真正观察的时候 并不是存在的 一切都是空性的 对不对 就这个时候呢 你不会有那么大的烦恼和痛苦 And so how do you recognize ourselves There are two ways The first way to do this is to observe ourselves with our wisdom So maybe we can take the example of find out who I am or where is I or the self And you think about that like where is I is I or self And you can also think is I my consciousness or my mind or my body And so in order to satisfy our body we have to gain materials we have to gain those materials to satisfy our body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satisfy our mind we do have to have some be or some religion however all this mind or body is at the nominal level because either your body or your mind is not you or it is I or self So if you really take some time and come to the secret of who I am or where is this hell then you will finally find or reach the point that emptiness is the answer And if you really create that or where not emptiness they all are suffering all your the oblictive emotions will greatly tramatically decreate or en hello i en ent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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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让它自然放松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是跳入寂静 同样的如果我们心就像是 自然放弱的话 原来的沉着就慢慢慢慢就轻了 而我们的心也自然安住的时候 很多的烦恼外在的这种 包括恐惧 包括外面的这种种种的不平 自然而然平民 在这个时候信心的话 外在的过渡也会得到清净 因为我们是否会认识的 我们是否会认识的 反应是否会认识的 这就是像一个年轻人 如果你想要认识 有一个作品 你想要认识 它是更加均匀 如果你想要认识 让它们剥变 所以它是从你的规定 It is also like another metaphor which is the mud water and you just stick it on the table the mud will be kept and the water will be cleaned it's also true in your mind just relax naturally and the wind can be peaceful And if you find your wind peaceful 在从人类历史上看 原来心情非常枯燥 具有相当多的焦虑 不凭这样的人 后来通过禅修 完全顿我 就是当下顿我 当下顿我之后 从此以后他的生活 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之后无论在那个世界当中 做任何的事情 享受任何生活 他都是处于一种 开心的状态当中 所以其实这样的境界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可以做得到的 都能可以得得到的 当你得到真正的一些 性情的财富的时候 也许超越我们 现在人们最求的物质财富 所以在人类历史上 有很多人 都能够得到的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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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通過你的訓練,你的訓練會有很高興的生活 如果你的訓練會有很高興的生活 如果你的訓練會有很高興的生活 你會有很高興的生活 每次都會有很高興的生活 這可能會發生到任何人的生活 每個人都可以做的 每個人都可以做的 如果你的訓練會有很高興的生活 或者如果你的訓練會有很高興的生活 這個財政會有很高興的生活 我們人生當中需要有很多的智慧 但是我們要選擇重要的智慧,很重要的 以前有一個老師和學生 然後學生每天都是做飯 做很多事情 學習的時間都沒有 然後有一次問老師 我天天都是忙著 就是沒有時間怎麼辦 他説 老師告訴他 說是 你現在 他說 我時間是慢慢的 就是實在是空不出來 然後 然後 就當時 老師告訴他 你的這個腕裡面 就是裝著這個荷套 就是 就看 裝滿 再看看 你會想讓人 我們要在生活中 我們需要有很多信念 我們需要有很多信念 我們需要需要擁有很多信念 我們在那裡 很重要 我們要選擇 最重要的事 然后这个孩子说 就是现在已经撞满了 老师说可能没有满 你可以倒密 然后又可以在缝隙当中 就是添那么满满的 然后学生说有满了 其实也没有满 你可以先在里面倒税 然后又倒了很多很多的税就进去 然后他说是 现在什么都撞不下 你可以再加一扫烟 然后烟也进去了 所以这个说明了什么 就学生呢 就是说是人为这个事件 就是可以记 就是只要去做的话 事件可以记 但是老师说不仅仅是事件 我们重要的事情 如果要做的话 有很多的可以做的 如果你再翻过来的话 先把核桃撞满 然后蜜和这些 先撞满碎和蜜的话 那其他都不一定撞满 所以这个已经说明了 我们如果每一个人 真的把这个残修 就修得很好 心态调整好的话 工作和家庭 包括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能非常快乐 然后学生呢 是 他功夫在乘莲之后 一年他教练一声 他不用个小松 如果他一声 他画不管饭 他説当时他不是壮 然后把许多达室 他家里面将都放入是烧 那一天有到了 他学生说 现在是壮 一名小松 因为学生一般的课を摘大,你还是不过会感觉。 但观众中,是很高的课法。 然后,学生的会体会、经验下的课法。 然后,学生了一般课法。 然后学生的课法、学生的课法。 所以,学生当课法的课法。 然后学生教育学习华士。 然后,学生会和学生一起课法。 we can always squeeze up some time to do what we want to do then the teacher said oh partually right why because if you put all these things in the reverse order if you put water in it first then you may add some salt in it but you cannot add more rice because you can add more rice in it the water will overflow from the bottom you don't have the space or the room for wallet so what you can learn from this is we should first do the essential things and if you first fill your mind your brain with trivial things you have no room for other more important things so this is the way for the teacher to teach the student to use his time wisely to manage to master this for knowledge in a wise order so give the important things the essential things first priority first so also so through meditation we do find that we will be much easier to fix our life and our family and we will find it will be more happy our life will be more happy izing Moż addict chall hall だ 越长越好 因为不管是任何事情 在短短的时间当中 出一个很大的成就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 刚开始可能心就没办法按住下来 当你心按住下来的时候 有刺起必复 一会儿像这个 一会儿像那个 有些人觉得可能修得不好 你看我的心往脸沸沸有像这个 但这是正常现象 刚开始就像山里面的睡一样 就非常吵杂 但慢慢到了平底的睡一样 最后像大海的睡一样 最后完全是可以像天空一样 完全可以拼紧 没有什么适者的动摇 最后很长时间当中 哪怕是在你的人生当中 发生了极大的一些变化 你可能会如如不动的 所以我们说明天空一样的 会需要长时间的时间 我们要做这些时间 我们要做这些时间 因为你会做什么 如果你是在心里 你只能做一点点 你只能做一点点 但你会想成功 if you do not need to go back to meditation you will find your mind not to sit down easily and you may find it's more restless you may find there are more thoughts arising in your mind endlessly it's also very normal for us to find out because usually we do not compare our mind we do not observe it but when you start a new kind of mind you will find your thoughts just come out all the time and it's very quiet and we also have this metaphors to describe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our meditation when it's kind of in their progress so at first you will find your mind is just like the running water from a waterfall it's very quiet it's just coming out quicklyand you just you cannot control it but as time goes on then you will find your mind is just like the water running on a plane so it's a little bit betterand then you will find it's kind of your mind really reaching a peak just like the water at the bottom of the oceanso it's kind of like that moves around you so much and if you can reach this kind of meditative concentration then no matter what happening in your life even something very seriously happen in your life you can still be able to find motionless if you can do that then you can find the fastest answer the fastest the highest solution for any problem that you face 所以在不断地努力的话到一定的时候我想成果很明显的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不能放弃我以前看过一个日本的母村老人的故事 他在种苹果的八年过程当中非常辛苦但没有用任何的弄药 刚开始觉得马上要干枯了就是这个苹果输的马上就没有了 但到最后到了八年的时候才开化结果 后来他的苹果呢供不饮求就是非常高档的这些企业呢都去买的 所以我们人修心也是要实践的创业也都需要一个实践当中要默念 一定要有耐心和要有进步的不断的去开始努力 所以美食活动要有统用的比方、所在风景 是很重要 很重要 有统签的一个综艺船 我用了这个统签的大部分 出于来自学的那里 名前 alum and he spent 8 years to grow apple in Allcher and first because he insisted not using any pesticides or chemical so there were 8 years, no blossom, no fruits at all but because of his perseverance he still keeps doing that 在八年後,他們有很好的品牌 他們有很好的品牌 他們的品牌遇到他們的品牌 所以他們有很好的品牌 所以我認為他們是一件事 但他們是一件事 我們去找出品牌 可以幫我們成功 成功成功